- 字幕提供 - 字幕提供 - 字幕提供 哈囉 我們看一下三字一原方城市的席梯 第九梯 題目跟我說 現在氣象局要發佈 東南海面有一個颱風 那我先把整個地球放在一個坐標平面上 然後台灣的位子 我假設是這個坐標平面上的圓點 來看這個颱風的動態 那假設說某一天的上午6點 這個颱風的中心目前在10-4的位置 然後其暴風圈外圍可以用以下這個圓方程式來表示 是S平方加Y平方-20X加8Y再加100會等於0 到了當天的下午8點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也就是這個圓形的圓形的坐標是HK 然後會向西和向北分別各移動四個單位和12個單位 然後這邊題目很貼心的說 極星的圓形坐標就是H-4 然後它的外坐標是K加12 但是這個颱風的暴風半徑增為原來的1.5倍 然後回答以下兩個小題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小題 好 因為我知道什麼上午6點台風的中心在10-4對不對 然後這個圓的外圍可以有S平方加Y平-20X加8Y加100等於0 所以我先找出上午6點的半徑會是多少 因為為什麼我要找出上午6點 題目名就問下午8點 是因為題目有跟我說下午8點的暴風半徑會增為原來的1.5倍 所以我要先找出上午6點的暴風半徑是多大 我再乘上1.5才是下午8點的 好 接下來的話我就是找出這個圓的圓形還有這個圓的半徑 接下來我就把有S的放一組 然後有Y的放一組 所以S平方-20X 然後因為我要湊成一個完全平方式 所以這邊再加上B的平方所以加上100 然後有Y的什麼Y平再加上什麼8Y 然後再加上4的平方所以加16 好 大家注意一下第一個式子的等號左邊是加100 第二個式子的話已經有100然後加16 但是因為它是相等的式子 所以記得這邊要再減掉16會等於0 好 第一個刮鬍是S平方-20X加100 它其實是S減掉15的平方 第二個是Y平加8Y加16 其實它是Y加15的平方 然後減16移到等號的右邊變16 所以16會等於4的平方 那這個式子的話是不是我可以看成什麼 圓的方程式對 那圓的方程式的話很明顯我就可以知道 這個圓的圓形會是誰 會是10-4 對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這個是上午6點的圓形是10-4 然後上午6點的暴風半季會是多少 4對不對 但是題目跟我說到下午8點的時候 到下午8點的時候 台風的中心也就是這個圓的圓形的座標 會向C四個單位 向北十二個單位 也就是原來的座標在減掉 S座標在減掉4 然後Y座標再加12 所以原本是10-4 然後S座標減掉4 所以下午8點的圓形是什麼 S座標是10-4 然後Y座標原本是-4 所以-4再加12 所以新的也就是下午8點的圓形就會是68 然後暴風半季原本是4 然後題目跟我說增為原來的1.5倍 所以新的暴風半季的話是4乘以1.5會是6 既然我已經到下午8點的颱風中心也是這個圓的圓形是68 然後這個颱風的暴風半季會是6 所以我就可以寫出下午8點 颱風的暴風圈外圍的圓方程式會是S-6 刮5的平方再加上Y-8 刮5的平方會等於半季的平方 6的平方會是36 所以紅色這個就是第一個小題的答案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小題 上一個小題的話我們目前知道下午8點這個颱風的中心 也就是原星的坐標會是68 然後這個颱風的暴風半季是6 那題目一開始就有跟我說 台灣在這個坐標平面上是原點 所以我可以知道台灣的坐標會是00 第二個小題要跟我說下午8點的時候 颱風的暴風圈外圍與台灣的最近距離是多少個單位 那我也知道說下午8點這個颱風的中心 原星的坐標是68 然後台灣的坐標是00 所以我先求台灣到這個颱風的中心 也就是這個原星的距離會是6-0 刮5的平方再加上什麼8-0 刮5的平方 記得要開根號因為是距離 所以我裡面 根號裡面會是100 所以出來會是10個單位 但是題目不是要問我說 颱風的中心原星到台灣的距離 而是說颱風的暴風圈外圍 跟台灣最近的時候是幾個單位 那我也知道說這個颱風的暴風圈半徑 半徑是6 所以我知道說原星到台灣的距離是10 所以整個圓颱風的暴風圈外圍 距離台灣的最近就會是10-6 會是4個單位 這時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會是4個單位喔 現在等於 reboot 就開始玩吧 按鈕 再算看吧 嗎 完成我們 第二次 我們的話 可以看一下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 遇到 你們的 談